第二節回來,心靈繼續跟薩瑪利亞會的代表 分享他們防止自殺熱線的經驗 坐在我對面的是May,May你好 第一節王先生介紹過 他們的熱線,原來招募義工也有一定程序 包括義工主動做申請 有訓練,有篤道,有評估 然後才正式去做熱線的服務 那你是不是也要經過這些步驟? 是啊,我自己做了薩瑪利亞會義工 第十個年頭 十年了 其實當初也是要經過這類型的訓練 才可以正式去聽熱線的 可否回憶十年前是甚麼原因導致你一個念頭想做這份義務工作? 十年前應該這樣說 我看到一個廣告 因為現在也有這個廣告 就是有個男士在樓梯那裡 那條樓梯是旋轉型的 他一邊走 然後沒多久坐在那裡 然後廣告就說 孤獨迷茫 你就打電話來 當時這個廣告就是薩瑪利亞會的廣告 那麼消沉的意志 是的 那結果呢? 結果是不是你這個正能量幫到他們? 其實是不行的 是啊,因為其實當初我接受訓練的時候 我發覺其實最重要的元素 去聽這個熱線 是你懂得聽別人說話 你要有你的耐性去聽別人說話 你要有一個... 因為我們是透過電話的 你的語氣啊 你的節奏啊 要令對方覺得很舒服 其實因為打電話來的人 他不會開心的 當然是不開心 或者很不開心 不知道是不開心 是啊,但他找不到人跟他聊天 說話 其實有些人真的會 沒有人跟他聊天 沒有人跟他聊天 甚至乎 有些人會因為 其實有很多原因 他打電話來的 其實可能有自殺的念頭 所以當時我很希望 我自己的性格 是可以幫到別人的 但後來發現 我不是一個... 我們是不需要說很多意見 說很多自己的經驗給他聽的 而是透過一些空間 透過一些時間給他 去講他的感受給我們聽 阿May提到這一點 正正好讓我們檢視一下 一般人就覺得幫人 就是把自己的看法跟別人分享 甚至教他看得積極一點 開心一點 這樣就可以幫到別人 如果聽阿May你的說法 未走過之前 最重要的那一步 反而是聽別人說話 是的 以你的經驗來說 為什麼你覺得聽別人說話 會對對方有幫助呢 因為有些困難 有時候你不說出來 你的心就好像有一塊石頭 紮住了這樣 其實我們有時候 而且也未必在那一刻 有人願意聽你說 所以能夠有機會 給一個不開心的人 甚至乎 有自殺傾向的人 有念頭的人去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到舒緩 或者去那一刻 他的負面的情緒 是不是這十年裏 你都覺得這個宗旨 你都覺得是對的 都是這步是第一步呢 當然是 薩文尼亞會 他教導我的東西 是在我日常生活的工作上 是很大的幫助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樣利用你在義工的經驗裏 用回你自己的生活呢 譬如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職業 我是做秘書的 我是在公司裏面出了名 因為我其實老闆當然是 很急和脾氣 總之你要快些做事給他 其實因為我知道一些事情 我懂得聽別人說話 這是薩文尼亞會 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會用一些很慢的節奏 和他聊天 我老闆一急的時候 我就說 嗯嗯嗯 令到他先不要那麼生氣 這件事令人覺得我的耐性很高 正如剛才所說的 其實做薩文尼亞會的義工 真的要EQ是高一點的 是嗎 我想請教一下你 你剛才提了兩件事 你會發覺做了這份工作之後 你會懂得聽別人說話 你還懂得聽 那是不是在當中 你掌握到一些技巧 可以和我們分享 何謂懂得聽別人說話呢 譬如這樣 有時候 來電者 他不會說很快樂 就會說給你聽他的心事 例如他會說 一些事是完全是無關的 例如 很簡單 他打電話來告訴你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的電話壞了 哦 是啊 那你便問 蛤 為什麼你的電話壞了 可以打電話來的呢 是啊 然後你就要慢慢去否釋 其實那個說話是什麼意思 那你問問他 原來你的電話壞了 但你又可以打電話給我 那你覺得怎樣 那電話是怎樣壞的 你有什麼方法 會令到電話不壞 還有有沒有人幫你去做 那很多時候 透過這些問題裡面 你會發覺 其實他是想說一些話給你聽 可不可以就住你這個 是不是這個是實際的事件 是 可不可以就住這個事件 其實打電話來的人 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第一個說話 大家都會惡然 你的電話壞了 那為什麼不打電話公司 你打電話來十馬利亞會 當你慢慢再聽他的時候 其實他是什麼原因打電話 其實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懷念他的先生 可以幫他做個電話 因為他遇到自己的生活上 突然間突如其來的轉變 他找不到一個地方 他不知道怎樣處理 他突然間看到這個電話 就打電話來 他就會告訴你 然後聽到電話壞了 其實你跟著聽完 其實都要很漫長 不讓他否釋自己的心聲給你聽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 原來是他先念丈夫 原來這個 我相信來電者都懂得分 為什麼他會打來給你們 而不是打去電話公司 很重要的反應就是 你是不是打錯 我們就不會用這種態度 或者不會用這個語氣 我們就說 是嗎 這是一個接納 是嗎 你壞了 那你可以多說一些給我聽嗎 怎樣壞 什麼事情發生 就這樣幾句說話 從阿咪的實際經驗裏面 我們分享到 原來我們有時聽人說話 都真的要加點耐性 沒錯 因為對方如果特別是有一個 心裂或者情緒低落的時候 未必第一句說話 就懂得跟你說 他心底的說話 除了這個例子 有沒有在這十年裏面 你聽過我相信都沒有數過來電 是 有沒有一些電話 你覺得是 令對你的印象很深刻的呢 其實每個電話都是很深刻的 因為 其實應該這樣有一個 我自己一個 親身的經驗就是 其實我很多年前 我想離開薩瑪利亞會 離開的意思是 因為我不再做這份義工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很沉重 因為我的性格 絕對不是理性的人 不會是一個很理性的角度 去邏輯思考分析的人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聽了這麼多不開心的故事 甚至乎是一些關乎於生死死亡的說話 是很沉重的 我記得我當時決定是想不做的 因為太沉重了 是的 還有好像 究竟我可以幫到多少呢 會問自己這件事 還有 因為你不會知道 他後來來電者 最後的決定 是否就是說 你接了他的電話 他未必可以留下聯繫給你 或者 就算對方想留下 想找回你 在你們的服務裏面 都不容許 是的 即每一次的電話 就好像一個新的電話 這樣聽 聽完之後 下次他再有需要 打來 就是其他人聽 又或者不知道 會不會撞到你 沒錯 那時候決定離開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 我自己是很感人的一個故事 因為我們要做通宵間的 我記得有一晚 我自己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 其實我電話是沒有說話的 那個電話只有哭聲在那裡 在那裡喝喝 是 我突然間很害怕 我怕什麼呢 他沒有說話 其實照到你不怕 但你只聽我的哭聲 很淒涼 我突然很害怕 那一刻覺得 為什麼這把聲音這麼熟 為什麼那些哭聲 好像似曾相識 我就在猶豫之際 然後當然 我也要繼續去接聽這個來電 後來我收線之後 我定了定神 我發現這把哭聲的聲音 原來就是我當年自己 因為其實 那時候遇到失戀的時候 晚上哭的那個哭聲 我找回 我聽到自己的哭聲 接著我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發覺 原來我來到這個意義 我就是聽一些 在痛苦裡哭的人 而我就給了一些安慰給他 令我覺得原來我的意義 不是說實質上可以幫到多少 而是我能夠在那一刻 給一些支持他 給一個哭聲的女士的支持 所以我從那時候不想做 就繼續做到現在 第十個年頭 這個體悟也很特別 由一位女士的哭聲 而提醒你這個哭聲 好像自己當年 在失戀的時候 也是曾經這樣哭的 是的 那位女士 打過來那位也是女士 是的 是不是因為都是 都是關於她家裡的問題 都是關於她家裡的問題 但就不一定是失戀 不一定的 但就是她的哭聲 令到你 想不起當時自己 很希望有人 可以聽到自己 是的 可以聽到自己的哭聲 那個意義就是 支援點就是 我不會解決她家庭問題 但我包容她的哭聲 因為我會有一種同感 就是說 原來我經歷過 所以我很想告訴你 雖然我不能告訴她 我能夠解決她的問題 而是說 你哭吧 我相信透過你這種哭聲 你會得到一個安慰 和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就是情緒可以抒發出來 是的 好了 那你剛才提了一個問題 正正我也很想問 你聽到這麼多個 都是一些不開心的電話 我們總括來說 這麼多負能量 真是挺辛苦的 那你自己又怎樣處理呢 在起初的時候 我記得我頭半年 其實我也很老實 跟阿森明說 我處理不了 我會哭的 我會自己躲起來 當我聽完電話之後 我會走去哭的 你才是因為當事人的經歷 對 你覺得很傷感 跟她一起這麼傷感 沒錯 沒錯 其實也是一個關口 其實在薩瑪利亞會 早些十年 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關口 頭半年一個新丁進去 那個關口就是 原來是這樣的 這麼淒涼的 那些電話 還有 為何人世間有這麼多慘的事 這樣 不習慣 那一刻 其實我們的薩瑪利亞會支援 這件事是我很感謝的 就是他們很多當時資深的義工 是去幫我 即是說 其實你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你來到去聽別人說話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你已經給了很多支持別人 那你知道 就是有些事情 真的改變不了的時候 你怎麼去接納 那這個事情 過了第一個關口之後 你覺得舒服點 第一個關口就是 懷疑自己 究竟幫不幫到人 究竟有沒有價值的呢 或者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有意義的呢 對人 你的意思是說 一些資深的義工 就給到你的鼓勵和支持 是的 還有 有一件事是很真的 就是 你要學會 怎麼去放下 放下什麼 放下什麼 放下一些你聽到的東西 其實呢 到現在第十個年頭 我基本上 走出我們中心的門口 我就已經忘記了 還有一件事是真的 只要你那一刻 你聽人說話那一刻 你是真心 你是接納 你是不會懷疑他 無論真還是假 你都接納他的時候 其實那一刻 你已經幫到他 那就已經足夠了 那就已經整件事完滿了 那你就不會那麼辛苦 因為你盡了能力 所以這個義工服務 是改變了我很多 這個不同的想法 聽完阿May說 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回到第一節的時候 黃展康先生提過 他們覺得熱線最重要 就是給一個空間 給當事人說到他的話 今天第二節 就到阿May 以一個實際的經驗來分享 他又好像回應同一句說話 就是說 當你用一個自成的心 去給對方空間說他的話 其實就已經幫到了 所謂的負能量 當時來講 當你付出一個自成的心 已經可以抵衝 就不需要再記掛著這些負能量 在他身上 嗯 從而你都會體驗到 看到自己 其實你人生 因為眼界開了 你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聽到不同背景的人的聲音 那個人的心路歷程 看起來更加廣 這個我相信 說話說完之後 都是要由經歷裏面 才可以體驗出來的分享 沒錯 做了十年的義工 當然這個經歷 我們不能夠三言兩語 就可以概括到 除了熱線的服務之外 我知道阿May 你還有參與一些其他 也是薩瑪利亞會的義務工作 是的 我在五年前 負責一個叫 有半同行 生命無面的計劃 那麼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 其實在我們預防自殺 工作的一環裏 我們就做一個先頭部隊 我們主動去希望 在青少年自殺的問題上 做一些事情 嗯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和阿May 聊聊 究竟這個有半同行的計劃內容 下次見 下次見